共和民族 共和民族 共和民族過去經歷了百年距離 最近三十年 在兩岸中國人的疑似下 一步一步邁向共同政行中華資助 兩岸中國人 絕對有足夠的社會 和平處理兩岸爭端避免的相關 馬西二會前總統馬英九致辭時這句話 中華民族過去經歷了百年距離 當著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面前 脫口講出中華民國四個字 雖然接著補上中華民族 不過已經在台灣眾壇掀起聯誼 國民黨立委徐巧新PO文 馬前總統在習近平面前說出了中華民國 提到九二共識 同時提了各自表述給一個讚 但也刮虎備註 口誤也是一種藝術 同黨立委賴世保則不認為這是口誤 民進黨立委員黨團也在臉書PO文 認為馬英九一度因口誤而修正中華民國說法 全程以中華民族論述模糊 並取代中華民國 還是質疑他連自己國家的口號 都難以說出口 有失中華民國民選總統之高度 熟悉兩岸政治學者則認為 馬英九應該就是口誤 馬英九到中國大陸去做客 他也不太願意 也不太可能去刺激對方的底線 抵觸到他最敏感的神情 尤其前總統馬英九一簽 可是有多次口誤記錄 把我們的中華民國 我們的憲法 一國兩制都在他面前說了 當時的總統府趕緊澄清 那是馬英九在造勢場上的口誤 他有先這樣說 我在習先生的面前 一個字一個字的告訴他 1992的共識就是兩岸 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但認知不同 可以用口頭聲明的方式各自表達 這就是一中各表 他雙方都很有風度了 即使習近平認為 在他面前他講這個當然是 我在猜他也不想要聽到這種話 但是即使馬英九講了 他也沒有多多的說明或解釋 這一次馬英九在習近平前 喊出了中華民國 到底是口誤還是技術性口誤 在國內也是各自表述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時隔九年馬熙兩人再度相見 還撞起美日峰會 外界認為較勁意味濃厚 更是在和國際喊話 台灣也能和大陸親近友好 替其將上台的賴清德政府施加壓力 馬熙會時機有所策劃 專家分析北京希望透過對馬英九款貸 來爭取台灣民心 也說明和平統一戰略 同樣是北京當下的選項 對內更是內宣手段 代表並未失去台灣人的心 而對馬英九而言 則有專家認為這趟仿中行 是在鞏固自己在台灣政壇的影響力 民進黨定調馬英九是退休政治人物 這是他的私人行程 馬熙二會對台海能造成什麼實質影響 備受外界矚目 TB新聞綜合報導 北京大學的校園餐廳熱鬧非凡 北京大學學生和台灣大九學堂的學員 相談盛歡 開心合影留念 並約定下次再聚首 兩岸敵意螺旋升高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把希望寄託在年輕世代 除了在講稿中 八度提起青年兩個字 認為兩岸青年好 兩岸未來才會好 習近平甚至提出 我們熱誠邀請廣大台灣同胞 多來大陸走一走 以樂見大陸民眾 多去祖國寶島看一看 似乎讓陸生來台和兩岸觀光 再度燃起希望 今年三月初 團客附路旅遊法夾灣 在祭出禁團令 交通部長王國才說 六月底前 如果大陸釋出善意 就會考慮喊咖 學者認為 習近平這次對兩岸交流 有許多正向表述 代表馬英九造訪 的確能替兩岸緊張局勢減壓 避免戰爭 達到這個和平 這是非常有益的事情 在現在國際情勢來看的話 以及他自己身為前總統來看的話 是非常不妥的 民進黨執政比較久 現在兩岸的情勢 真的是蠻僵的 需要有一個人在中間去緩和一下 外媒對民進黨主政下的兩岸關係 感到悲觀 唯獨陸克來台 陸申來台 在馬席二會後 再次看到春暖花開的新奇蹟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時隔九年再次的馬席會 一樣的畫面是 兩個人都是紅藍領帶 現在是馬前總統 現在正在致辭 各次的會面之後 習近平三分鐘 馬英九三分鐘 先看看最新的畫面 中華民國 中華民族過去經歷了百年距離 最近三十年 在兩岸中華民族 將一步一步邁向 共同振興中華政府 雖然兩岸在不同的指向發展 但兩岸人民 同屬中華民族 都是聯合王子的 應該互助合同 致力政治性的中華 這也是2015年 我女士先生會面的時候 雙方達成重要的共同理念 去年 我戴著27年的學生採訪 並邀大陸高校師生回訪 兩岸他們的那種自然的水滷交流 可說是渾然堅塵 慾放之難 兩岸的定期人代表中華民國 能夠在人生教導階段 兩岸建立 一定可以為兩岸勇士的和平反動 定下更具堅實的技術 看著兩岸 今年學者臉底的熱情善意 我進一步思考到 中華民族後代真正的實力 對台灣來說 沒有穩定和平的兩岸 也不會有摧綻光明的兩岸 我誠摯地希望 雙方都應該重視人民的真實價值 與生活方式 維護兩岸的問題 以中華文化蘊潭的智慧 確保兩岸固定雙方 最近兩岸情勢緊張 引發不少台灣民眾官 但是我使用自己記得 魯俊聲說 陸武軍捷破修律戰 笑逢一笑 美恩仇 兩岸如果發生戰鬥 對中華民族都是故以承受的重 兩岸的故人 絕對有途中的社會 和平處理兩岸 爭端避免走向 兩岸在1999年達成 各自一種不同方式表述 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 為了兩岸 應該以確保人民福祉 有最大目標 堅持主要共識 反對的態度 求同誠意 各社真理 共同誠意 共同追求和發展 我誠摯期待 兩岸固定共同 攜手合作 不如正心多發展 那共同民族人們 全世界面前 彈簾緊通 25年在新加坡 我與其先生確認了這個 想要共識的重要性 到為了 為了他近年幾次 覺得 對 對 好 就是 其實只要被趕回去了 對 你沒有錯 你只要在哪一條之間 真的假的 好的 我們看到各自三分鐘之後 媒體已經要被請出場了 所以剛剛鏡頭晃來晃去 會被邀請走 他還沒講完 他還在講話 他就被 媒體又被請出來了 這是哪一招呢 但我剛剛在聽到的幾個 關鍵劇裡面 我們待會兒幾個來賓 我們因為聲音有點空洞 所以前後我們 包括習近平的談話 還有蠻有談話 我們都聽得不是那麼 完全的清楚 但這個地點 可以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是東大廳 既不是福建廳 也不是台灣廳 這個地點是2021年 拜席會同樣的場地 也是在東大廳 剛剛我第一句好像聽到 馬英九講的是中華民國 剛剛這個 任俊哥好像有聽到的是 他先講中華民國 後來立刻就講中華民族 中華民族 後面補就是改中華民族 然後聽到習近平談的是 就是家人 一家人 所以外部勢力是沒有辦法 改變一家人的情感 鼠位 聽到這個畫面感覺如何 我只聽到一笑名恩寵 然後現在想說應該有點困難吧 我聲音好空啊 真的是 因為不好意思 因為現場媒體都是 趕快傳輸畫面先回來了 後面可能還有更精準的字句 才能跟大家分享 來 鼠位怎麼看 現場氣氛看起來是還蠻輕鬆的 不過跟我們以前常常看到 這個接見的這個做法 有點不太一樣 像我們過去 我們到大陸去的時候 我當年也跟好市長到北京去 那次見的是政協主席 通常是好像沙發椅這樣 那這一次 不知道是不是疫情過後 他們的接見方法 就是一人一邊 可是不管怎麼樣 還是兩個人 有一點老朋友見面的方法 肢體語言 肢體語言看起來是輕鬆的 對 是輕鬆的 是輕鬆的 但還是有點各自表述 剛剛仁俊聽到一件關鍵語 民進黨大概又會拿來大作文章 就是馬前宗總講說 堅持一個中國的共識這樣 但我想馬前宗總一直的 一個中國都是一個中華民國 但是各自表述這件事情 永遠都要存在在這個 一個中國各自表示 九州共識各自表述這件事情上面 那不管怎麼樣 這個場合一定都是各說各話 然後一定很多場面話 你不可能去給對方吐槽 說我就是中華民國 你不是政統 你是這個 共匪 不會是這樣 因為這就是一個交朋友的場合 馬錫慧在這個九年前的那一次 馬英九總統還有他的代表性 九年之後 本來我們當然希望的是 現任的總統蔡英文 他有沒有可能在卸任前 但是民進黨可惜 他的意識形態的作祟 兩岸關係始終沒有辦法 再進一步 或者是維持當年馬前總統立下的基礎 反而把他過去所有立下基礎 一點一點的磨完 磨到沒有以後 現在甚至是賴要上任的時候 我們擔心的是 越來越後退 然後變成露出來的都是尖銳的石頭 這個是我們擔心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 所有擔心兩岸和平的人 包括馬前總統這種有使命感的 他都想要再多做一些什麼 其實大家都是很擔心很急切 沒有人在這個時候 還在想個人的名位富貴什麼的 尤其是馬前總統這個年紀的人 他都只是在擔心兩岸的未來 想要用一己之力 可以再幫兩岸再拉近一點 不要再出現這種兵容相隔的 剛看起來是有這個善意 對 是有這個善意 有這個溫和的對話的感覺 對 就是如果我們能再多做一點 不要讓兩岸辨詞 與其是拳頭相向 不如如果能夠握手 為什麼不握手 剛剛握手的16秒 對 跟2015年比起來 短一點點 這兩個人都是紅藍的領帶 我覺得就是這個意義而已 現在的馬前總統 他已經沒有任何官方的代表性了 民進黨不用這麼擔心 他會做出 他可以做什麼 他也沒有辦法做什麼 不用再一直給他扣帽子 你們扣了十幾年 他當總統的八年 他卸任了八年 你們在他身上潑了髒水 潑了洪水 潑了16年了 夠了 馬英九還是馬英九 台灣還是台灣 你還是一直在當總統 沒有東西被賣掉 真的夠了 這個畫面就是最新畫面了 今天下午4點鐘正式登場的馬錫會 第二次兩個人看起來 蕭銅真的都很燦爛 但都變老了 習近平相隔九年 又不是醫美 當然是會老的 但是這個歲月帶來的是什麼 應該是要更多的和平 而不是更多的兵兇戰危 看起來表情 肢體語言都是輕鬆 紅領帶 藍領帶一如當年 但這個4點開始的 這個會握手進行 接下來剛剛我們所看到的畫面 是兩個人各自三分鐘的分享 只是有點可惜 聲音有點空 聽不太清楚 然後加上還沒有或是剪接 聽不清楚內容 然後而且馬前總統還在致死的時候 媒體就已經被請出場了 晚上據說在正式會面之後 他們會有閉門會議 閉門會議之後 習近平還將設晚宴款待老朋友 馬英九一行 不知道有沒有瞎人炒飯 仁俊哥 我覺得因為這一次看起來 雙方都是念稿 就逐字 你看習近平在講話的這個過程當中 一樣是每講一句就看一句 然後馬英九也是念稿 所以這稿子有沒有會過是一回事 但看起來雙方基本上都是很慎重 不過因為時間 如果拉到第一次馬席會的時候 我想後年有很多 當年參與協調或什麼的 也證實了就是說 馬英九在當時 第一次馬席會的時候 事實上是有脫稿 講出了關於所謂的 一個中國的這件事 後來引發軒然大波 因為國民黨在過去 一直在談論九二公司這件事情上 其實民進黨一直沒有著力一點 就只能批評就是說 你這個九二公司 是國民黨單方面的 並沒有 只是因為在那一次裡面 因為馬英九提到了一個中國 並沒有提到最重要 國民黨的論述 叫做各自表述 比如說剛剛淑慧也提到說 他認為馬英九這個一個中國 一定就是屬於中華民國 但因為那一次就是沒有說 所以如果錢就應該還記得 那時候後來回來之後 總統府開了三次記者會 連續強調 一直解釋就是說 私下會面的時候有強調 就是要各自表述 可是因為顯露在媒體前面的時候 就是沒有看到 我看到這個 這一次的主制稿已經出來了 大概重點唸一下 比方說就是深刻理解的 中華文化 剛剛唸成中華民國的 好像是這個 然後後面就是說 我們都是炎黃子 所以應該要支力於振興中華 而且去年他帶來台灣學子的時候 就已經告訴大家說 台灣一定要有安定幸福的生活 如果沒有和平繁榮的兩岸 就沒有光明的未來 因為現在這個主制還 我相信因為這一開始 一定是針對稿子上面的講稿 大家有看到 因為看起來都是照著這個念 但是是不是在他口語表達的時候 我認為因為接下來 還會把文字再整理出來 是 這也是最新畫面 兩個握手的畫面 是 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剛剛提到說 在他的文字稿的部分 是講說兩岸從1992年 已經各自方式來表述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前面有提到了 有各自方式來表述 因為剛剛那個訊號真的 我講這個聲音很空 所以我覺得你這個 還要再回來看 但最少我覺得在今天 雙方來看 在公開正式的場合上面 都用逐字稿的方式 然後一個一個看著唸 除非有脫稿 一個一個看著唸 我認為大家是不希望 有擦槍走火 或者是給外界太多解讀的空間 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看到馬英九 其實也特別提到了說 兩岸到目前為止的局勢上面 看起來是有點緊張 我認為馬英九 表達和平的這件事情 是應該給予肯定 因為畢竟我們很多時候 就是國內當然有很多 不同的聲音 我們在不同的媒體平台裡面 其實也都在表達就是說 其實沒有人希望打仗 這些聲音 我相信習近平不會沒有聽到過 但是馬英九有一個機會 公開去提到 就是說兩岸現在的 這樣一個關係 確實是稍微 比較緊張一點的狀態之下 我認為其實這也是表達了 一個想法跟講法 也就是大家能不能承受一個 擦槍走火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有一些民進黨朋友 把它解讀成為說 馬英九跟習近平這一次的會面 尤其在今天的這個會面 是為了要去跟拜登 還有岸田文雄兩方的這個峰會 美日峰會 來去這個衝突 我也講實話 也不用這麼的拉高 就是說馬英九要去退抗 這個什麼美國 對抗日本 趙春山就叫做 小看習近平高看馬英九 其實也沒有必要 所以我反而覺得說 站在持平立場來看 兩個其實講實話 今天公開會面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大家也高度關注 那一開始的時候 看起來有點拘謹 後來這個握手會 後面看起來 這個涉驗款待之後 應該會再和緩一點 那公開的這一塊 如果他的這個逐字稿 跟他在口語表達上面 是沒有落差的話 我基本上我會肯定 他在逐字稿裡面 我現在講是他那個文稿裡面 因為他已經提到說 這個以各自方式來表述 堅持一個中國 當年的馬熙惠 其實就是少了這一個 對 少了這一個引發到後來 他等於補充1992年 補充版 對 但我剛剛講就是說 我剛剛在聽的時候 我因為那個聲音斷斷續續 喀喀的麥克風的關係 我聽的時候 沒有聽到各自表述 我真的必須講 所以我那時候第一時間聽到 我說馬英九剛剛是不是講 一個中國這樣 但前面這個 如果看文字的逐字稿裡面 他有提到各自表述 如果今天馬英九在 我們這個後面 音訊在整理完了之後 如果他沒有脫稿 或者有刪減的話 基本上我認為各自表述 一個中國這件事情 對於馬英九來講 會是過關的 接下來就只有一個就是說 他能不能再發揮 更大的一個力量 我現在反而比較正面回來看 就是說他竟然已經公開表達了 在這個被國民黨 一直困住的這件事情上面 公開了如果文字語言上面 也表達這個立場 我認為可能對後面要被琢磨的 這個困難度就會比較低 但顯然習近平主席他的逐字稿 不像我們台灣媒體比較快拿到 我們現在沒有看到 所以他詳細的說法 因為剛剛的聲音也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確認 但顯然在馬英九的部分 強調的就是1992年 就已經達成了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 郭文哥怎麼看 這個民進黨還有綠媒很擔心的 這個什麼矮化 我們要維持對等跟尊嚴 剛剛我們看到 在北京傳回來的最新畫面 大家平起平坐 然後也沒有什麼各種的什麼 而且東大廳跟拜登同一個廳 可以了吧 吃豆腐 或者是我要借機裁你一下 什麼也不至於 所以淺秋剛提到那些主制稿 我是比較不想看 因為也不重要 因為他們也不會 就像剛剛仁俊兄講的 我也不會去突襲你 或是說講一些讓你不舒服 或是讓你難以交代的話 不可能 那他們是什麼 但是大家去想說 如果馬英九在這一次 跟習近平在北京見面的成功 那是不是證明 蔡英文跟賴清德的失敗 我說的失敗 是這個兩岸的路線跟這個政策 因為我不是很理解說 什麼叫做天然毒 觀眾朋友 在今年的德國之聲的專訪 馬英九講了一句 兩岸的部分 他相信習近平 馬英九獲得的懲罰是什麼 在何友宜的選前職業 他是被封殺的 你不用來了 你別來了 你回家吧 馬英九那時候他只好說謊 他說我沒有接到邀請 後來蕭旭生講的 本來這選前職業 怎麼可能會不邀請馬英九 是邀請了馬英九後來發現說 你想相信習近平就算了 可是剛剛我們看到在 人民大會堂的畫面 我可不可以這樣子解讀 所以我為什麼不用去看 那個主治稿 他也相信馬英九 他不相信馬英九 他跟馬英九見面嗎 所以習近平相信馬英九 馬英九相信習近平 就回到這個 你兩岸的互信在哪裡 我們這東西能夠做到嗎 民進黨做得到嗎 國民黨做得到嗎 國民黨願意去做這個 所以觀眾朋友 我的結論很簡單 看到這幾年國際情勢的變化 你不想變成香港 我也不想變成香港 你不想變成烏克蘭 我也不想變成烏克蘭 那怎麼辦呢 有沒有其他的路 我們怎麼 我們就靠民進黨 蔡英文 賴清德的抗中保台 抱住美國的大腿 我們就不會變成烏克蘭 就不會變成香港 錯 反而是照蔡英文跟賴清德路線 我們是往烏克蘭的 那個代理人的方向去前進 烏克蘭就是美國 對抗俄羅斯的代理人 美國現在要對付大陸的代理人 是誰 他找的就是我們 因為香港已經沒有利用價值 香港已經被叉叉的換我們 是我們現在被推到第一線 所以請大家要好好的想清楚 馬英九這次去見面的 那個積極的意義在哪裡 不是只有握手 拍照 互相支持這樣子而已 就如果我們不去珍惜這個 能夠跟對方坐下來談的機會 以後我們會後悔的 時隔九年 16秒的握手 很平行而坐的這樣子氣氛 溫和老朋友的見面 對兩岸的訊息是什麼 相信更多是期待的所謂和平 或所謂平等對話的空間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主持人翟軒 馬上歡迎一下這個階段 加入我們討論來賓 政大國關中心兼任研究員 嚴正生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前台北市副市長李永平 大家好 前海軍縣長呂理石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今天當然大家最聚焦的事情 就是昨天很多的媒體都收到了 說要趕快做核酸檢測 因為下午的2點45分 要去到一個地方來拍攝 大家心照不宣 馬錫二會要來了 所以現在所有的媒體們 也都在等候著 這個人民大會堂 在下午的4點鐘 馬錫二會就會登場了 所以現在看起來 朱立倫也有對外講 會秉持2015年馬錫會的論調 當然在中國大陸是叫 習馬會 就是雙方的領導人 再次的見面 而現在這個時空 馬英九已經變成了前總統了 但是這一次的見面 當然還是非常具有意義的 我們來看看這一次的見面 會選在人民大會堂的什麼廳呢 也變成了一個討論的焦點 會是台灣廳嗎 因為前幾天綠營的人講說 台灣廳就含著這個統戰的意思 就把我們台灣 這個納入中國的一個神 所以結果綠營的人 就在那邊跳腳 那我們看看這個亮哥的講法 有人傳說是台灣廳 他說台灣廳有一點尷尬 因為馬英九總要講 1.92構式的內涵是什麼 不然回台灣要怎麼交代 綠營也一定會大做文章 所以有人講說 說不定不是台灣廳 可能會選在福建廳 因為習近平習慣在福建廳這邊 接待台灣的客人 包含像是這個連戰 吳伯雄 朱立倫 洪秀柱這些人 訪問北京的時候 都是在福建廳這邊 跟習近平進行會晤的 那會不會也在福建廳舉行 還是會改在台灣廳呢 這其實現在也變成了一個關注點 那馬錫二會當然綠營 這是坐不住的 綠營立刻要跳出來講說 這個時間點是中共刻意安排的呀 在他們看來他們講說 這是中國大陸針對美國而來 當台灣跟民主國家同一陣線的時候 馬英九卻去跟中國同一陣線 給外界這樣的解讀真的好嗎 那莊瑞雄講完 洪生漢也說 很顯然習近平就是明明白白把馬英九 當成一個樣板棋子來對抗 國際民主聯盟 連一點點尊重一點點遮掩都懶 王定宇也說 馬英九甘於扮演中共的棋子 此次聽任中共安排訪問 為了要見上習近平不惜 自己打臉自己揣測瞎邊 那大家觀察到 通常會出來喊的都是這幾個人有沒有 都是綠營的這幾個抗中保台 然後實際上可能做的事情不見得很多 但是這抗中旗幟很鮮明 他們當然在這個他們的政壇上面 就靠抗中一張牌就可以賺取他們的選票 所以通常都是這些人 都是跳在前頭來講 那莊瑞雄最近也是傳出有可能會入閣 是不是也要趕快積極出來說一番話呢 那事實上是像他們這樣子講 我們知道這兩天也有看到中國大陸 都在這個微博上面有一個熱搜的詞條 就叫做龍年龍月龍日 是哪一天呢 其實就是今天 是不是選在今天 我們同樣都是龍的傳人 然後這樣子馬席二會 這樣更別具意義 所以是不是人家的考量點是很深遠的 然後這個民進黨的人考量點都只是 啊我趕快出來賺選票 這個高下立判嘛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喔 這個記者的這個場外的一些觀察 他們說這一次看到馬英九登陸 不卑不亢的陳述中華民國的史觀 其實在此行喔 他到訪了孫中山先生的故居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墓 還有黃埔軍校的舊址 馬英九也是多次情緒激動喔 表達對於拋頭顱灑熱血 革命精神的敬畏跟推崇 那從年代上面來看喔 他說黃花崗烈士之墓呢 其實沒有中共的黨員 那馬的論述就是集中在113年前 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同盟會 在黃花崗起義喔 才有後來推翻清朝這個政府 滿清政府 那創建民國結束了幾千年 君主專制的一些這個辛亥革命 這個說法強調的就是中華民國的由來 那再來看到蘇立文喔 也提到了 他說因為現在台灣也變成了一個南海焦點嘛 就是在這個印太戰略第一島鏈 當中我們扮演這樣的一個重要的角色 蘇立文講說我們的方法就是 阻止就是要確保台灣有事這件事情 永遠不會發生 在整個印太尋求與日本尋求的是一致的 在台灣的問題上面 要採取一切的可能措施來保護 台海兩岸的和平跟穩定 也就是說不要發生戰爭啦 那現在目前這個美國 英國的外長在華府會談喔 他們也是重申要確保台海的和平穩定 布林肯提到啦 現在要確保台灣海峽 以及南海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喔 當中國大陸採取不公平貿易行為的時候 而非市場手段的時候呢 他們一定會起身來對抗 那美國的印太司令這個阿基里諾 他講說喔 這個現在在南海這邊 中國大陸針對菲律賓這個南海這邊的行動喔 特別是第二湯馬斯淺灘喔 就是中國大陸稱仁愛灘的這個行動 他說這是非法的危險的 而且會破壞地區的穩定喔 美國之音甚至還提到說 北京在南海跟多國的領土主權的爭議 呃 與馬林拉在這個南海爭議的海域對峙喔 摩擦也有越來越烈之勢啊 那杜特利呢 跟中國大陸難道真的有秘密協議嗎 我們看到今天心頭殼綠媒喔 的一個報導 他講說杜特利揭露了這個 這個菲律賓跟中國大陸之間喔 關於仁愛礁有一項協定 就是准許向擱淺在仁愛礁的船 只運送食物跟水 但不允許運送建築材料 這一個宣誓引起了 這個菲律賓國防部長的擔憂 然後他就說 叫大家不要討論這件事情 其實這個也不算新聞 這之前我們大家都 都有聽過有這樣子的協議喔 但是菲律賓是不是覺得說 現在他們想要翻盤 不要認這件事情 所以叫大家不要討論呢 那非國現在積極在拉攏 這個三個國家一起來 這個南海演習 中國大陸的專家就講說 你是狐家虎耶 你拉著這個美國 拉著日本 甚至澳洲 一起在這邊南海進行演習 那感覺上面 不是找到靠山 反而是搬石頭砸自己腳喔 那另外看看這個環球網提到的 四國南海的軍演 中國大陸怎麼看呢 美日澳飛喔 在7號的時候 舉行聯合的海上演習 也對外來展現強化 南海地區的軍事合作意圖 那也為著即將到來 其實就是馬上岸田要訪問美國嘛 美日飛三國的這個領袖峰會 是不是為了造勢預熱 所以才需要先演習一番呢 這個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 永明姐怎麼看這一次這個 馬席二會 下午4點鐘 現在大家都秉息一待 對這個馬席二會 這事前可以說這個消息保密到家了 大家猜來猜去 其實昨天那一度很安靜幾乎沒有討論 甚至大家都在心裡預想說 是不是要做出可能不會會的 這種心理準備 可是又覺得說可能嗎 如果真的沒有會 那馬英九幹嘛一定要去北京呢 所以就在相當這個反反覆覆思索的過程中 突然崩又橫空出師 就好像馬英九突然宣布說 他要二訪大陸了 這樣子的突兀的情況下呢 就立刻發生在今天 那我覺得民進黨有很多奇特的揣測 為什麼特別說奇特呢 因為他邏輯上是不成立的 他們認為說本來說是8號 結果改到今天4月10號 目的好像說是衝著美日峰會 就是美國總統拜登跟岸田文雄首相 要見面的事情 可是不合理 因為美國跟中國大陸台灣這邊的時差 是有12個小時的時差 那你到底要怎麼樣算 是10號還是11號 從新聞角度什麼角度都不合理 那什麼最合理呢 就是今天這個日子 是龍年 龍月 龍日 很吉祥的日子 那當然這個吉祥在整個中華文化的傳統 特別是如果有信奉佛教 拜觀世音菩薩的 今天是一個你拜什麼呢 在民俗上都認為說會靈驗的日子 那再怎麼說 從象徵意義上 對中華民族馬英九一再的強調的炎黃子孫來講 龍是一個多麼重要的吉祥的象徵 我覺得如果從外傳的8號 到真的是中途有一個思考到今天10號 我覺得這個龍年 龍月 龍日的考慮 應該是大過很多的部分 那這個做法其實我認為 是很善意的呼應這一次馬英九的文化認同的一個訴求 因為馬英九這一次他去 他第一個在政治的領域裡面 他九二共識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九二共識裡面 他有沒有像綠營一再恐嚇的 扣紅帽子的說他有可能要讓步呢 並沒有 因為很簡單 他用一個這個 雖然不是很直接的方式 可是他一再的表達呢 就是今天我們標題裡面也有講的 中華民國的史觀 因為對中國大陸來說 孫中山不算是他們的國父 可是對台灣來說 中華民國來說 我們才會稱國父孫中山 這一點馬英九在去國父的故居 還有去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時候 他都一再的講國父孫中山 那這個很明顯的你的國父 他建的是什麼國 就是中華民國 那他這一點 就算你在文化深度認同 炎黃子孫歷史的淵源 他自己的馬氏祖宗 馬元木等等 你都認為我們同文同種 可是你在九二共識背後 台灣要講的一中各表的內涵 馬英九還是相當明確的 採釋了 而在這裡面 他又同時呼應了 所謂兩岸一家親的一個大陸 也普遍能接受的訴求 因為兩岸一家親是一種觀念 是一個態度 可是馬英九深化了兩岸一家親 從繼那個皇帝靈開始 就直接明白的宣誓說 兩岸同屬中華民族的血脈 我們來自同一個祖先 我們來自同樣的血緣 我們承襲同樣的文化傳統 所以兩岸共同追求和平呢 是我們民族的藥物 不需要其他的人來干涉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我不認為會有矮化的問題 至於說什麼聽的問題呢 我相信九年前 馬習一會的時候 習近平那時候就是領導人了 那馬英九還是總統的時刻 都願意在困難重重相對對等的情況下 習近平都願意拍板 接受很多馬英九方的要求 他斷沒有在這一次 刻意去矮化馬英九的道理 好 來請教閻老師 我覺得第一個 福建廳跟台灣廳 我不曉得差別在哪裡 當然慣例就是福建廳 如果台灣廳當然穿小鞋 但是福建廳 難道不會說台灣變成了福建的 傳統清朝時代的一部分了嗎 我覺得這個也是 要說總有話說 各自解讀了要說話 真的是什麼話都可以說 我自己就是說 我們學術的訪問團 在大陸去訪問的時候 也是在福建廳 跟當時的國台辦的人見面 我想這個福建廳是很自然 所以上一次在新加坡 這一次在北京 我覺得身分不一樣了 所以福建廳我覺得 沒什麼矮話不矮話的問題 對方是國家元首 我們是前任 就是說其實講起來 已經不是很對等 就是一個是前任的 一個是現任的 但是規格大概 我覺得如果是同樣的規格 那就已經是非常理喻了 對 我覺得這一點我想 我們要先認識到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今天在這個 馬英九在大陸上面 他所談的東西 雖然不見得被中央電視台報導 但是他講的話 從來沒有被大陸給封殺掉 他講很多東西 包括剛才永平講的民國的東西 他都可以自由自在講 我們的記者也做了很多的畫面 包括提到來自這個 好像文山區 來自台灣 高雄 這些我覺得都可以講 中華民國都可以講的話 其實你民進黨 在這個上面再做文章 是很沒有意義的 然後又同樣 我還是會講個 就是說今天 如果民進黨認為說 在這個時間點好像跟美國 這個 我們這邊是搞民主 他怎麼去跟威權的人碰面 那葉倫也在跟威權的人碰面 就美國的 接下來還有一排人 還有一排人 所以我覺得你不要 沒事不要亂講話好嗎 因為一講話的時候 你就是打翻了一排人 然後你是不是也要去譴責美國 這些包括下面 布林肯也要去了 你難道就是要把全世界 就是說都變成 只要不民主國家 都是跟北韓一樣 最好不要 大家都要把它孤立了 完全不能見面嗎 我覺得這一點 我們自己 對不起 我們自己有邦交國 那個領導人也不是很民主的 我們見面會不會也說 我們在搞民主 怎麼為什麼 要不要批判一下自己 說為什麼我們 還跟威權的領導人見面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 你台灣已經邦交國不多 台灣已經外交受到很多困境 不要沒事跟著美國亂劃分這些東西 劃分沒有意義 因為對我們自己實際上面 真的是沒有好處 好 比較健常 我們看也就是日前 美國 日本 澳洲 以及菲律賓所進行的操演 他們操演的海域到底是在哪裡 他們操演的海域在巴拉望島的西側 然後他們要一直往北走 然後走到呂宋島這邊 然後但是實際上 以我們錄影的此刻來講 已經結束了 他們主要的針對的對象是什麼 除了剛剛講到的仁愛礁之外 另外也就是最近很熱門的一個 後騰礁的這個部分 仁愛礁跟後騰礁 其實它的距離非常近 那我們來看 也就是說 這個是美國的股防部 他所提出的一個聯合聲明 他在這個聯合聲明裡面 他講到了幾件事 他也就是說美菲的這個區域 是在菲律賓的專屬經濟海域 那其實我們現在講專屬經濟海域 而且如果我們看菲律賓他的講法 他的說法也就是在巴拉望島的 就是說後騰礁的部分 在巴拉望島的 以西128海裡的部分 位於這個菲律賓的專屬經濟區裡面 他所要強調的 也就是菲律賓在南海的 專屬經濟區的這個聲索 不過我們想一想 也就是1982年 所通過的國際海洋法 事實上他沒有辦法 處理我們現在所講到的 南海問題 南海問題如果說 大家要翻歷史的話 事實上17世紀 我們就可以看到明朝的 不是鄭成功 是鄭河下西洋的時候 他就有相關的海圖 是不是就證明了 當時我們中國對於 南海的一個經營 那只是因為當時從 在八年抗戰之後 然後又經過了國共內戰 沒有辦法繼續的 好好的經營這個南海 所以才導致今天的這成果 但是我們講到這個軍演 這是我們可以看到 從菲律賓到澳大利亞到日本 然後到美國的軍艦那個 排成我們海軍叫做單仲隊 我們看到這樣子 感覺雄壯威武 事實上是嗎 我們來看看他們派出來 是什麼樣的船 他派出來的 就是我們台灣很多網友 很嫌悟的獨立級的 冰海戰鬥艦 那這個日本所派出來的 事實上是最大的一艘 6200噸 那我們再來看菲律賓派的 他當然派的也是 類似神盾艦3600噸 但是菲律賓 菲律賓說派了兩艘 一艘是這個只有2600噸 但是他其實他才下水沒幾年 很新的一艘船 是韓國幫忙打造的 這個就是演習嗎 這個根本不是演習 這只是大家在海上逛逛 我們怎麼說 我拿出一張對照表 我們看到2023年 也就是去年6月9號 美日法國加拿大 這個在哪裡 這在菲律賓海的操演 這才叫做演習 那個他們那四艘 根本只是巡弋而已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幫忙就忙回來